当地时间6月20日,凯特王妃抵达伦敦国家肖像画廊,白色经典套装让人眼前一亮,而全新国家肖像馆在三年的修缮之后终于重磅回归。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看王室故事的那个拉不住的风筝,为了方便下次容易找到,看视频前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接着往下看,当天上午,威尔士王妃·凯特立临现场,与劈头士乐队的传奇人物保罗·麦卡特尼及其夫人南希共同探讨艺术话题。 这次重逢,让人们不禁想起了戴安娜王妃的风采,不禁让人感慨时光荏苒。 凯特一向以优雅著称,这次也不例外。 他身着一件售价450英镑的Self Portrait白色中裙,裙子褶皱丰富,搭配一件白色粗花泥短夹克,以及一双价值620英镑的Eccord Surer黑色高跟鞋,整个造型简约大方,不失高贵气质。 此外,他还佩戴了一对珍珠水滴耳环,头发自然垂顺,展现出成熟女人的韵味。 凯特这次的造型选择了黑白色调,既于场合相得益彰,又诠释了简洁之美。 不少粉丝都觉得,这次的着装让人想起了上世纪80年代戴安娜王妃在爱普生德彼时的造型。 更值得一提的是,凯特还佩戴了戴妃留下的耳环,彰显出对过去的怀念与尊重。 在参观全新国家肖像馆时,凯特与著名艺术家特雷西·艾敏进行了交流。 两人在观赏艾敏设计的国家肖像馆大门时,尽兴地聊起了艺术。 这扇大门由45块雕刻精美的黄铜面板组成,向指着贯穿时代的每一个女性。 随后,凯特将参观米尔·德利德与西蒙,帕利学习中心。 这个项目使得该中心的接待能力翻倍。 为学习者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作为一名致力于提高五岁以下儿童发展的王妃,凯特自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 她还将了解该画廊为儿童提供的早期教育项目。 在画廊中,凯特与一群正参加贝瑞·克斯·波特世界观的多感官工作放的诱饵们亲切交流。 她还向一个三岁女孩的母亲询问了孩子的艺术兴趣。 孩子的母亲告诉凯特,她的女儿非常喜欢画画。 而这位小朋友也正专注于贴画,仿佛没有意识到身边站着的是一位皇室贵族。 凯特欣赏着这位小朋友五彩斑斓的作品,赞叹道,看看这些,像是忙碌的小蜜蜂。 小朋友点头表示认同,凯特又问,这是谁?你还记得吗?是彼得兔吗? 沉浸在贴画世界的小女孩回答,对。 凯特微笑着夸奖道,很棒。 国家肖像馆的五岁以下项目与伦敦西敏区合作,通过与当地家庭中心和公立幼儿园合作,激发孩子们的创造力。 凯特在画廊中还将欣赏到一些新收藏,如约舒亚,雷诺兹所绘的麦肖像。 此外,他还将参观一场名为Yavond,生活与色彩的新展览,探究20世纪30年代伦敦先锋摄影师Yavond如何引领彩色摄影潮流。 这次与保罗·麦卡特尼的相遇,在场的人们都感受到了他们对艺术的热情。 麦卡特尼的摄影展览将于下周在国家肖像馆开幕,重点展示1963-1964年间披头式乐队的照片。 他跟凯特开玩笑说,不知道当时他的妻子南希是否已经出生。 南希则告诉他,他1959年出生,当然在那个时候已经来到这个世界。 这样的交流让人感受到了艺术的力量。 他能跨越时空,连接人与人。 而凯特的风采与优雅,更是让人们想起了过去的美好。 他以贵族气质和儒雅风度为人们带来温暖,既传承了戴安娜王妃的风范,又在皇室生活中创造出属于他自己的独特魅力。 另外,据一位肢体语言专家透露,他发现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在婚姻生活中成长出了一种非常淘气的元素。 这对未来的国王和王后从大学恋人到全身心投入皇室生活,一起抚养了三个孩子,但是君主制的要求并没有削弱他们的集体精神。 威廉王子和他的妻子凯特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从他多年的研究结果来看,两人的关系有非常调皮的一面。 虽然他们在公共场合很少接吻,牵手和玩乐,但他们表现得很开心,这再次证明了他们的关系越来越牢固,显然他们之间有着非常深厚的信任和默契。 威廉王子不害怕表现出对凯特王妃的爱和深刻的感情,这在王室成员中是非常少见的。 威廉王子表现得非常真实和真诚。 随着威廉王子继续走向王位,继续观察他的进一步发展将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而41岁的凯特王妃对他丈夫的个人发展负有主要责任。 凯特在他的成长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当他们相遇的时候,他们两个并不是特别自信的人,但是他们都在这些年里发展了很多。 对于凯特而言,他在作为一个人和未来君主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时间的推移,凯特王妃的发展将超越威廉王子,因为他现在是一个从一开始的内向,不喜欢参与到现在成为王室中不可或缺的人。 这两个人现在被认为是工作王室中最资深的成员。 凯特王妃的自信发展也让威廉王子感到更自在了。 此外,之前二王子曾不无恶毒地表示,他的悲剧将来绝对会在威廉的孩子身上再度重演, 因为备胎的命运注定就是悲剧。 这种你们家的孩子将来准好不了的诅咒,居然出自亲叔叔的口中, 二王子真是继承了他老婆没跟六亲不认的精髓,在翻脸无情这方面, 堪称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难怪气得威廉大吼管好你自己, 我的孩子用不着你操心。 不过估计二王子的历史应该是学得一塌糊涂, 他应该不知道历史不是简单地重复,而是在迂回中不断地前进。 王室的备胎中,固然有马格丽特、哈里这样的悲剧人物, 但是也有安妮、爱德华这样的公骨之臣。 历史从来都不是命运,而是一张白纸, 每一个人都是书写者,能留下什么就看你怎么写了。 而威尔士三宝的未来如何, 他们的亲爹亲妈、威廉和凯特自然早就有所规划。 乔治的宝座将来一定是由夏洛特和路易来守护的, 这就是他们的目标,他们不会脑残地给孩子们从小洗脑, 说那些你哥和你们不一样,他将来当国王, 你们可以随便撒花的废话。 三个孩子一视同仁,严格要求,不放任不交纵, 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实。 而乔治的稳重,夏洛特的机敏,小路易的活泼, 也让人大致看到了三宝的未来。 乔治可以成为称职的一国之君, 而辅佐他的,是军师小夏,还有充当先锋的路易。 当国王做出一个决定时,会由妹妹把他完善, 而弟弟则负责排除落实过程中的各种困难。 三个孩子没有一个会成为无所事事的备胎, 他们每个人都是肩负着使命来到人间的。 虽然人们总是担心, 小路易会不会和二哈一样, 小时候顽劣乖张,长大后叛逆无脑。 但是实际上,路易的淘气是天真未凿, 他对哥哥和姐姐是特别崇拜的, 血脉压制非常见效, 和二王子因为当不了国王而怒刷存在感是有本质区别的。 大家也许还记得, 前一阵子乔治和他爷爷小时候一样, 被校园霸凌, 小家伙显得郁郁寡欢, 看人都不太愿意抬眼皮, 让喜欢他的人忧心不已。 然后亲王夫妇就果断出手了, 一家子大搬家,给夏洛特和路易转了学, 三小只成了校友,并肩同行。 后来肉眼可见的是, 胖乔治冷起来了, 甚至因为语言恐吓同学, 输出我爹将来是国王这样的话, 而被请家长了。 不过比起忧郁的乔治, 人们当然更愿意看到霸气的胖乔, 而这霸气, 当然来自一气同心的妹妹夏洛特和弟弟小路易。 三宝集团军士的一起长大, 互相帮助,缺一不可, 这是威廉和凯特的煞费苦心, 也是初见成效的小世风亡。 乔治的未来, 不会再像伊丽莎白女王和查尔斯那样, 一人称镇,万人为臣, 这种排他性和脆弱性, 是王室公为人情似水, 惠莫如深的根源所在, 也是兄弟戏强, 骨肉相残, 不断上演的阴游之道。 而这一切, 将会被威廉和凯特改写, 二王子哈里的悲剧, 将永远不会在夏洛特和路易的身上再度重演。 三宝从来不仅仅是稀粉神器, 威尔是亲王夫妇自有大格局。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哦,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